各位线上的投资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六的晚上 9点24分 大家晚安哦 来 那我们今天节目有给大家问股票 所以呢 如果说你想要询问个股的投资朋友 那你可以在这个聊天室 在我的留言以下就可以 做这个提问 那记得按照这个格式 询问加4个数字股票代号 成本几元 把它打上去 那我们影音后段来跟大家 抽奖两名 好不好 因为今天人一定是比较少的 所以 守在这个直播前面的 就一定是忠实观众了 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廉价好好放轻松 因为这股票市场现在其实 操作上有点它的难度 无论多跟空都是一样 做多呢 会面临到很多的事件的冲击 那做空呢 因为也要公布这个 除全息的强势回补了 所以老师今天节目呢 来跟大家提醒你6月份要抗压 那这个主体区间的看法没有变 国际间的一些重大事情 我今天节目来跟大家做分享 同时呢 目前的一个市场关注的三个问题 利率通膨衰退 那老师会来跟大家做分享我的看法 那抗通膨还是要靠投资嘛 所以相关的逻辑 我今天节目来跟大家做分享 一定要锁定 谢谢 好大家晚安哦 记得你要问股票就按照这个范例的格式 把他打上去 那直播的后面我们再来抽奖 好不好 好 那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老师说6月份你要抗抗压性 因为有非常多的事情 那抗通膨 大家都知道现在通膨 蛮高的吧 那你钱放银行都不投资也不行 那你毕竟还是要靠投资 那相关的逻辑什么条件有利 包括我今天节目来来跟大家预告一些 我们觉得有机会的产业 好不好 一定要锁定节目哦 来 那我们看一下6月份 有哪些的重大数据要做公告呢 来那个星期一6月6号就是我们的开盘 那开盘的时候刚好就是这个 苹果的 WWDC的这个开发者大会 所以凭概股在 下周一二三 你也可以特别关注一下 尤其是在这个鸿海集团 鸿家军的部分 好 那为什么说6月份有很多重要事情呢 大家也知道我大概在下礼拜 四跟五就要公告这个CPI 那欧洲的央行利率决策会议 下礼拜就是英国央行跟 这个美国的利率决策会议 包括日本的利率决策会议 好 所以未来这两周还是有很多的事情 那月底可能会存在一些利多 好 所以节目的部分 好 把它看完 我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看法 来 那我们先看一下国际盘的表现 国际盘的部分 在上个礼拜六 我们告诉大家的 技术面 它日线已经出现止跌 所以看法上面就是跟大家讲 它就是一个主体 好 那纳斯达克包括标普 它也出现一个1比1的对称满足 所以从技术面的角度 我跟大家分享 它技术面也有出现这个止跌的讯号 那我们看一下最新的一个报价 在我们星期四的晚上 道琼其实是大涨的 美股都是大涨 涨大概1%到2%不等 好 那昨天的美股 又呈现一个震荡拉回 大概收盘的位置跟 星期三的美股的位置是差不多的 所以原则上我认为周一的开盘 台股的变化应该不大 应该是平盘或者是开 小涨的这个态势 那美股的看法 我先给大家这个结论 原则上它已经出现主体的一个 止跌的一个日线止跌的讯号 所以目前就日线的角度 它会在这个移动平均线 月季线这之间 会出现一个主体跟盘整 这是我对于美股目前的看法 那其他不管是经济 这个基本面或者是消息面 我待会来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来 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昨天 美国股票市场会出现一个 由上涨转成下跌 那原因大概是有两个了 一个是当然是马斯克 马斯克他讲了一些话 惹的这个拜登不高兴 他说经济 美国经济景气不好 他可能要裁员10% 所以呢 他讲完话之后 特斯拉大跌 科技股大跌 好 那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 美国的一个就业 数据 非农就业数据非常的不错 那非常的不错 投资朋友觉得说很奇怪 为什么非常的不错 那他反而要下跌 好 投资朋友 其实这个跟利率政策有关系 就跟过去一样 如果数据不好 大家认为QE会继续 然后股市涨 现在就业市场数据不错 反而是下跌的 好不好 投资朋友 所以跟大家讲 他目前就是在走一个盘整的一个看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斯克 我想很多投资朋友会担心 马斯克讲说经济景气不好 要裁员10% 这件事情 我们的看法是如何 好 投资朋友 其实你不要只看新闻 你新闻会看到就是这个 他认为经济有个超糟糕的预感 认为怎样 要裁员 投资朋友 你要看一下马斯克过去的讲话跟行为 好 他其实本来就抨击 这个居家办公 远距离工作的事情 因为他看到他的特斯拉 他们的这个办公室的一个总部没什么人 他本来就认为他很不喜欢远距离办公 所以他认为在家工作就是不必努力 所以才会后面衍生了这些的话 我说要裁员的事情 特斯拉 他有发一个内部信给管理阶层 要求所有管理阶层都必须要进办公室 否则就要请他们离开特斯拉 所以我的看法是他是冠老板 你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去 让你自己的心理上 有些不好的一个乱想 当然有些数据是不太好了 但从这边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来透过今天节目来跟你讲 好不好 从这边 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事情是 以马斯克他将来本来就会裁员 我想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马斯克认为什么 机器人可能是下一个比电动车 还要具备商机的产业 这个我想你是忠实铁粉你就知道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机器人 所以今天节目先第一个跟你预告一个选股的方向 机器人 好 那我们从系统上面看 也看到有些股票也慢慢成熟了 有些内部人也在正在买这些机器人的股票 所以关于这个股票选股我会在明天的会员 我来告诉会员朋友 好 所以这是我们认为内部人在买的话 那相对上股票机器也很低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标的 也是一个选股方向 所以先跟你做预告 好 那这是这个马斯克 他提到这个在9月份 要 发表一个人工智慧日 就代表他们现在已经做出一个机器人的原型 那为什么会需要机器人呢 我想在这个疫情过后 你会慢慢发现到制造业 一定是慢慢要降低能力透过 机器人去制造 好 所以这个机器人短期内可以在工厂搬运物品 可以解决目前全球劳动短缺的问题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后疫情时代 好 这个是一个制造业可能要慢慢走向自动化 这本来就是一个趋势方向 好 那目前看起来这个时机成熟了 好 所以先跟你预告 选股的方向 好 那会员就看明天会影音 我们认为有一档机器人的概念股 相对上已经有这个机会了 好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智英老师在2月5号就已经告诉大家 我今年看好的产业方向 好 所以请你看到这个地方 机器人 好 所以同学 这个都是连连续性的东西 连续性的东西 那因为马斯克制造业 他本来将来就会慢慢用机器人去取代 他本来就想裁员 所以他现在推给这个经济 然后认为要裁员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东西你看的是标题 但如果你有长期在追踪一些东西 你会知道 马斯克讲这个话 他过去本来就很常乱讲话了 再加上他要做的事情 好 所以投资朋友 这是我针对这个事情 马斯克讲法的一个 看法是这样 他本来就想要裁员 他只是拿这个当借口而已 好 再来呢 投资朋友 第二个下跌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在昨天晚上公告的非农就业数据 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不错 所以呢 大家预期可能联准会 又要继续的升息 9月份原先预期 可能暂缓升息 或只升一码 然后呢 可能因此这个数据不错 然后呢 联准会有什么 他有本钱去更鹰派的做法 所以因此呢 美国股市又震荡了 所以你看到假日时间 联准会官员又出来放话了 老头都讲 如果你是老是忠实观众 你就知道 一定会继续放话 股市涨上来就会放话 跌下去又说没有没有 所以投资朋友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都要慢慢适应 涨上来他们就会放话 好不好 所以这是可以预期的 因为本来就是要让股市降温吗 好 非农就业数据出来大增39万 超乎市场预期 好 那这个失业率 维持停留在3.6 那你要记得一个数字 一样在50年的低点 50年的低点 那这个数据告诉你什么 美国目前在充分就业的地方 所以观众朋友 我要告诉大家 美国经济景气 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不要去预设立场 虽然有些的 呃一个大家的一些企业组的一个预期 都认为接下来可能会慢慢走缓 那联准会的措施本来就会这样子 那为什么我要跟你强调这很重要 因为美国每次衰退都会先出现 失业率上升跟工资下滑的情形 所以这个数据公告出来了一个资料 就是告诉你 目前就业市场没有问题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联准会的官员 最鹰派的布拉德 为什么会告诉你升到3.5% 美国也不会衰退 因为他们预期今年失业率 应该有机会继续降下去 这是我在4月20号所讲的内容 那包括现在最新出来了 这个制造业的指数 一样持续性上升 来到56.1% 经济数据优于预期 投资表 这是要告诉大家 原则上是保持强劲的 那这边有个不好的东西 就是雇佣的指数却是往下降 就是你前面看到一些新闻 有些企业主开始认为前景 不是很明朗 所以开始要慢慢减少聘雇员工 所以后面你会看到这个情领事业救济金 慢慢上升的一个现象 但是老师跟大家讲 联准会他实际能够做的动作 一定是嘴巴讲的就多 实际做的比较少 因为美国市场 我跟大家分析过 民众都是透过举债消费 信用卡跟房屋征贷 包括美国政府举债金额很高 所以观众朋友 我跟大家强调 会透过 谈话的方式 让股市跌 但实际做不会那么多 所以接下来的看法也都是一样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升息 最重要就是因为通膨的关系 那关于通膨的事情 其实我们看到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已经开始认错 认为他们之前的看法是看错的 对于通膨走向是看错的 因为这个供应链的问题 能源食品价格大涨 因为这个是乌尔战争最新的变化 包括富的财政部长 也考虑要降对中国降关税的事情 所以观众朋友 官员认错开始寻求解放 我现在要讲通膨的事情 包括这个拜登总统 可能要去拜访沙鲁地阿拉伯 OPEC打算把这个俄罗斯 产油的协议资格把它拿掉 所以观众朋友 这些东西是要告诉大家 甚至连拜登 都可能考虑 这假日的新闻 考虑允许俄罗斯限定他一个价格 然后让他在对外出售石油 所以观众朋友 连他都已经开始转弯了 这就是我告诉大家的 今年要选举 所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好 那花旗看空油价 认为如果接下来 这个全球经济景气开始慢慢衰退的话 那油价跟景气是 同样的一个方向的 所以他认为目前 油价应该是会在70块美元 而不是现在的120 所以很多预期我要告诉投资朋友 关于通膨的事情 我要跟你强调一件事情 虽然现在很多东西看起来 会让你觉得很焦虑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 所谓转折点是很多的机构都跟你预估 第二季就是通膨的高峰 第二季就是通膨 后面都是会慢慢下去的 不管是外资报告还是什么 都是这么告诉你 所以观众朋友 我要跟你强调 这个东西处在一个转折点 所以联准会某方面而言 也是在跟市场对赌 对赌什么 我现在先用喊的 如果后面真的降下去的话 那我9月可能不用升那么多 所以观众朋友 很多东西是透过逻辑 你会知道 那这个地方 就处在一个转折点的地方 好 所以观众朋友 我要跟大家强调的 还是这件事情 5月初我所告诉你的事情 就是大家所想的最差的通膨的状况 不一定会发生 因为很多的预估都告诉你 这会慢慢下滑 包括中国6月1号已经正式解封了 所以供应链的问题 塞港的问题 投资朋友 在接下来你会慢慢看到 有机会解决 再来我们还是透过一些数据面来告诉大家 5月18号我告诉大家 你可以去关注这个 克里夫兰联储的 CPI的即时预测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即时预测 他会用即时的食品能源 他们所掌握CPI的数据的资料 即时去做预测 即时去做预测 你看到4月份所公告的CPI是8.3 对不对 那克里夫兰联储在5月份的预估 原先是在8.1 会比这个数字还要再降下来 那我们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 5月份的预估 从这个柱状图来看的话 会比8.13还要再增加一点点 来到8.23 因为油价上涨 油价只要涨10块 CPI会往上升 0.2左右 所以从这个数字 他稍微把它往上加 会稍微低于4月份的数字 所以下星期 要公告下星期五要公告的CPI 投资票原则上会跟4月份稍微持平 或者是稍微下滑一点点 幅度一样 可能不会如大家预期的那么大 这个是预测 你可以看一下他过去的预测 预测的走向 大概跟实际公告出来的 不会差太多 会降就是会降 降的部分不一定精准 那你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6月份的即时的CPI预测 他已经降到8以下了 所以会符合在这个头 会符合在这个图表 就是我告诉投资朋友的 通膨他正处在一个转折点 他会慢慢下滑 但是下滑幅度的快跟慢 会影响到股市 如果他下滑的非常的慢的话 那股市操作上 他还是会干扰一段时间 所以从即时的数据来告诉大家 下星期五的CPI 你大概心里会有底 可能是持平的 或是只有小幅度下滑而已 好 所以下礼拜跟你预告 还是容易震荡 而且隔周又是联准会 好投资朋友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一个观念哦 基本上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到明年 基金经营人预期 明年的通膨 大概还是在5%左右 会从现在的8%慢慢降 慢慢降 慢慢降 还是会降 但是 在5%左右 在5%左右是什么意思 投资朋友 你现在去找的一个投资的商品 你必须要能够超过5% 年华年华超过5% 你才有办法打败通膨 所以观众朋友 现在 轰棚会慢慢下降 但是呢 他会处在一个高原期 还是相对高的一个地方 然后慢慢加慢慢加慢慢下 那你必须要打败通膨 全球的基金经营人 包括政府基金 这些都必须要打败通膨 那钱要去哪里 一定会需要透过股市的 好不好投资朋友 所以在这个通膨高原期的一个投资的概念是什么 价值股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性 好观众朋友 所以这里告诉大家 通膨会持续到明年 那市场上的资金必须要打败通膨 所以他会同 价值股去出发 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一个第二个重点 好观众朋友 那跟油 不管是油价还是跟通膨 大家所担心的一个粮食的事情 5月份的 粮价指数 联合国所公告的粮价指数 已经连续两个月下滑了 高峰就是出现在乌二战争那个时候 4月5月都呈现下滑 所以投资朋友 不管是油价 大家后面的预期 粮食的部分也有出现这个预期 都是下滑的 这是要跟你证明 后面CPI会慢慢的下滑 只是速度快跟慢而已 好 所以跟粮食有关系 我们就来讲一下乌二战争 这个也是假日最新的新闻 因为普丁 俄罗斯已经去占领 乌克兰的某一个港口 那阻止这个粮食出口的问题 那造成这个全球粮食的问题 那目前普丁 已经在受访的时候提到 他有同意让股物从乌克兰出口 或从其他的方向出口 包括白俄罗斯都是一样 好 所以这个事情已经有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再来市场上所担心的这个俄罗斯 可能违约的事情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就是6月24号 所以6月底有非常多的事情 几乎每个礼拜都有 所以跟大家讲 你6月份你要非常有抗压性 非常有抗压性 好 那我在这个 上个礼拜节目 我跟大家讲到 我3月份有跟大家讲到俄罗斯的一个央行 实际 国债欠款的金额 真的没有很多 实际的金额是多少 外债负担大概是400亿美金 以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来讲 这个金额不是很大 所以大家有些人用这个倒债的事情来恐吓你 投资朋友 其实这个金额真的没有很大 以经济规模来讲真的不大 但是倒债还是会有其他连锁效应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金额其实连恒大 都比还恒大还要小太多了 好不好投资朋友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倒债的事情 心里面的影响跟实质面的影响 这个金额告诉大家 这真的不是很大 3月初就讲过的东西 那关于这个战争的事情 其实从很多的逻辑 我们跟大家讲 其实很有可能在今年 或在将来 不会太长的时间 慢慢看起来是 太有点倒在下去的一个情形 好不好 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一个 俄罗斯 要求这个习近平请他帮忙 但是目前 中国这边都没有做任何的表态 好 所以不管从经济上面的一个封锁 包括欧盟要去进这个俄罗斯的原油 很多的事情 他们拿不到晶片 很多的一个招聘的这个 军方的人员也不是很顺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认为 慢慢很有机会会看到一些 要结束的讯号 从很多的推理方向 看起来都有点慢慢打不下去的味道 好 所以这个行情的结论 5月中跟大家讲 第二季很颠簸 就是6月份 结束的话 你会看到 第二季还是很颠簸 第三季有很多的关键 能不能回升 还是看这个战争的事情 不要拖到秋天去 所以我跟大家强调 我们看法是一个反弹跟足底 态势 但是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联准会的内容 5月26号跟大家讲到 联准会的内容够明确 够明确可以稍微解除6月7月的不确定因素 什么样的明确呢 6月7月打算要升两码 会议记录里面告诉你的 然后9月份不一定 他先升 然后后面预留一个调整的空间 所以观众朋友 这是我跟你强调的 美国银行预期 今年的一个利率 可能会停在1.75到2 没有大家想象中到什么3 3.5 包括这个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所讲的 今年年底 大概联邦基准利率 大概是在1.9 所以从这边有实质上 没有大家想那么多 这是国会预算办公室 政府机关 总该不会骗人吧 缩减资产负贷代表 事情会告诉大家 三年要缩减2.5兆美元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5月初所公告的资料 我跟大家报告什么 银行回存给联储会的资金 过去这些 这个回存回去 大概金额是0 但是为什么回存了1.9兆元 市场上资金过剩 所以把这些钱回存回去 所以三年要消耗这个钱 投资朋友是把过剩的钱做回收 实质上影响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大 而且他是选择 到期不再购买新的债券 让他自动的减少 好投资朋友 所以不管是利率 还是缩减资产负债表 尤其6月份 很多人用这个东西来跟大家讲 实质上的内容 我还是用数据面来跟你做分享 这个行情 从一些 汇率的角度 也有出现什么 主底的条件 就像我4月底跟大家讲 这里利率已经先反映到位了 反映到位是什么 包括国债的事情 大家不妨可以听一听 老师跟你讲的内容 联准会的一个中性利率定在2.4 金融市场已经提前反映了 为什么老师这么讲 因为之前18年19年的升息循环 升到2.4的地方 当时 10年期国债反映的位置 就是在3 到3.2的之间 但是你看到这次利率还没升 国债已经先上去了 还有包括美元已经先上去了 所以现在金融市场非常的灵敏 预期他已经先走了 先走在前面 反映已经到位了 这是要告诉大家 资金的移动 股市的修正 他已经初步反映到位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 我们认为已经先见到短期低点 再走一个主底的看法 所以呢 目前10年期国债 为什么最近下来 虽然他稍微反弹上去了 最新的 最新的来到2.9几了 他反映的是景气跟通膨将要下滑 那为什么上去 稍微反映5月的CPI 包括美国就业数据不错 景气看法是乐观 所以10年期国债会上去 我们并不是告诉你国债要跌 而是要告诉大家 他接下来就会在某个区间做波动了 影响股市 资金的移动可能慢慢的 是会慢慢淡化的 所以美元指数从老师讲完 也是回落下来 包括台币 也出现了一波的升值 所以观众朋友 从这些的角度 我是要告诉大家 大家现在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悲观 但是你要在这里要做股票 我跟大家强调 这个行情很闷 大家也都慢慢退场选择不做了 但是投资朋友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保持一个热度 因为修正整理之后 你随时要能够去掌握那个行情 那如果你是选择不看了 那投资朋友 你明明知道下跌这些事情淬炼之后 会出现一个很好的买点 因为股市循环 我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 那这里如果你因为这个觉得 受到情绪的影响 然后选择不做的话 不再去关注股市的话 那投资朋友那会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还是非常佩服 现在还在线上还在关注 还在注意股票市场的你们 但是如果你要买股票 我跟你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你真的没办法急躁 因为太多事情干扰 他会卡在某个区间 那相对上就会有些布局的机会 所以投资朋友跟你分享一下 我看到这个天下杂志的这个内容 我觉得还蛮不错 跟你做分享 有个金融的专家 金融公司的首席策略家 他跟大家分享什么 他说赌场已经关门了 这个大概是印证 我之前跟你讲元宇宙的那个时候 意思是一样 如果金融市场要进入升息跟缩表的话 就比就不会有过剩的资金 就不是说靠一个题材就能够涨 现在股市会慢慢到回到一个 比较正常的时候 选股难度变高了 你过去用赌的方式 很好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位专家他跟你强调一件事情 你现在要找股票 你要找什么 即便升息经济可能会稍微走缓 但是还能够缴出好成绩的公司 有难度对不对 他也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你要建立财富的最好的地点还是股市 还是股市 你要记得到明年 未来一年的时间通膨还是会有5% 如果你没办法找到一个超过5%的报酬率的商品 那你的财富还是缩水的 不管是基金经营的还是政府基金都是一样 有在股市上投资的人都一样 钱会变薄 钱是必要进股市 那目前的情绪要告诉你 你如果现在要买进的话 你可能要闭一只眼睛 叫你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不要那么急 你不要那么在意短线的一个波动 要不然投资朋友你会很痛苦 告诉大家心态要调整一下 选股难度变高了 你还是要打败通膨还是要靠股市 如果你现在要进场的话 那投资朋友你必须要忍耐震荡 好的公司你要忍耐震荡 当市场情绪恢复 突然涨上去的时候 那很有可能快速就脱离你成本 这是经验跟你分享 好投资朋友 再来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也是一个专业机构所讲的东西 资金转向 对于接下来股市可能会带来一些压力 这边有投资朋友提到说 不稳定的趋势空手有很难吗 那投资朋友 那请问一下政府基金要怎么空手 投信基金基金要怎么空手 散户可以空手没有问题啊 那你如果你要打败通膨的话 那你要去想想看你的策略 长期投资者存股的投资朋友 他可能不会因此了解他部位 所以你要先去思考一件事情 修正之后 你还是要进场去买股票不是吗 那如果你现在要买股票 你要控制的是你的资金 隔你的心态 这是老师要传达给你的 那包括投 投顾分析师也是一样啊 分析师可以因为行情就说那我不做了 不行啊 会员有会期啊 有合约在吗 没错吧 老师跟你讲很客观的 那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哪些有机会吗 对不对 这一个专业机构提到 接下来股市可能会面临一个艰难的环境 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因为艰难你才会有机会吗 那他告诉你什么 投资朋友 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基础建设的内容 现金流是比较长期固定的 因为这个事情反映之后 很多股市估值修正反映之后 已经到一个合理的地方 那他告诉你 在这个环境里面 什么样的一个方向选股不就有机会 那我想这个 其实我们老少都预料到 今年的行情 本来就会面临到一些挑战 所以为什么我会跟大家强调一些基础建设的股票 4月5号跟大家讲 因为这些有转嫁能力 通膨的时候 基础建设的股票表现相对不错 今年是升息循环了一年 其实我们也老早就想到了 1月8号都告诉大家 升息循环基础建设的股票 为什么表现会比较好 因为他是一个稳定 比较保守的一个族群 今天也跟投资朋友做补充 专业机构的投资人 现在最想要加码的资产 就是基础建设的股票 这边调查的比重 基础建设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现在就是有通膨 未来这一年 还是会有一个相对高元期的通膨 通膨会慢慢下滑 但是投资朋友并不会回到2 明年可能还是你会看到在5或4点多 但投资朋友就是有通膨 那任何的基金经营人他都必须要打败通膨 政府基金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思考一下 如果这些钱 还是要停留在股市的话 那要做什么 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角度 那基础建设就是有这个机会 什么是基础建设呢 投资朋友 就是一些重大的公共工程 就像大陆145计划 重大工程 这是4月5号跟你讲的 欧盟也要推这个基础建设 而且投资朋友 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全球央行这些的升息政策下去 一定会把经济景气稍微慢慢的打趋滑 私人企业投资一定会慢慢减少 但是景气要靠什么支撑 就是要靠政府的支出 所以你看对岸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 中国大陆 欧洲也是 美国拜登基金也是一样 所以这是老师想到 未来在这个不确定的环境里面 真的比较稳定的 我们才会跟大家讲这个族群 这也是政府后面好几年要做的支出 所以当经济景气 在慢慢趋缓的时候 投资朋友 那一定是靠政府支出 做加大的 大家这个逻辑好好去想一想 好 所以从企业的角度去选股 有他的难度在 但是政府所支出的东西 他又是一个比较相对肯定的东西 所以如果要打败通膨 你要做一些投资的项目 这个是要告诉大家他比较有机会 那钢铁股老师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他就是基础建设里面 别直接受惠的 道路铁路桥梁 乌俄战争又让这个全球供给量减少 有些投资朋友来问说 老师 这个基础建设 美国拜登基建这些基础建设 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 投资朋友其实要看你选什么股票 老师带会员做的钢铁股 大神钢大国钢 是美国在地有通路 直接受惠的 其他的比较大支的 都是产业里的龙头 要么就跟中国大陆有些关系的 所以都没有台湾的钢铁股 大概40档 我们所挑选的 是跟外销比重比较高的 我想是忠实观众都会知道 那这个就会比就有机会吃到基础建设的 还有全球的供应 是一起的 全球的这个供给量是一起的 乌俄战争已经让整个供给量变少 那需求因为疫情的关系它稍微停顿 但是为什么明年人家预期还是会继续成长的原因 就是这些政府要支出的东西 所以投资朋友在这个金融环境这么不确定的状况之下 你要做稳定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基金经营人都开始要走向 基础建设的相关基金 那我们台湾的钢铁跟对岸比较直接相关 因为对岸的景气主导亚洲的整个钢铁 钢铁市场分成亚洲跟欧美 所以两个市场你会发现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全球的供给是一样的 这边不够他就跑来亚洲买嘛 大家明白意思吗 所以投资朋友那我们还是要看对岸的景气 钢铁股相对低迷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对岸封城延长的关系 既然是这个影响 那我们就要知道对岸的景气 最差的第二季 这是我5月中跟你讲 我们再来看最新的 外资的报告 这是摩根的报告 5月12号的报告 他告诉你什么 中国经济景气可万逐步复苏 冲击的第二季 就是老师告诉你的最差最差就是第二季 以来最差第二季 加上老师刚刚跟你讲的基础建设的概念 投资朋友这么多的一个干扰因素 那这些钱必须要抗通膨 他会去哪里 所以投资朋友 这就是我要跟你讲 你要留有机会的股票 未来还有机会在网上的股票 这就是在钢铁第一名的时候 我还会再跟你讲的原因 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知道大家有些股票套住了 在投资朋友我们还是要从逻辑方面出发 最差的中国就是第二季 所以为什么 大陆的制造业PMI开始回升 5月份他不是封城吗 为什么能够回升 其实你要记得 我跟你讲的这些措施 145计划之后 中国央行全面降准 这个效果慢慢出来了 习近平打算经营GDP一定要赢过美国 对不对 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府机制 大家都知道吗 看对岸最重要都在看政策 降准的幅度比市场更大 这是5月20号 然后呢 加大加大这个贷款的支持给企业 包花给企业减税 5月24号跟你讲的 召开这个稳经济的会议 6方面33条政策 还派督察组去做一个监督 弱使 所以地方也开始动了 郑州开始发汽车消费券 你看5月份他们做多少事情 后面你陆续看到要砸3000亿就 经济吗 电商发消费券吗 这是5月底 最新的你可以看到 九成的燃油车 也是税 你买的话不管是买电动车 还是买燃油车 税一样都减半 又三度开会了 加码 基础建设的信用额度 1200亿美金 你有没有看到就是我给你讲的基础建设 投资票经济景气不好的话 如果在下滑的话 后面要做的就是一定是政府的支出 跟基础建设 所以一定是要靠这个 所以观众朋友 那你要去思考 在高通膨的时候 你要做这个 你要找这个价值性的股票 相对上 本益比 或者是什么 股价净值比要偏低吗 产业方向要向上吗 基础建设吗 那这里面吻合的不就是钢铁吗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逻辑 都是没有 所以到这个地方钢铁股很低迷 还是跟大家强调 你还是要忍耐 再来上海证交所7月1号开始下调交易的费用 连股市都在救 大家明白吗 投资朋友 所以最差的中国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 警戏跟他也是高度联动的 所以观众朋友 你要先知道 这些的一个 对外做哪些事情 再来钢铁股 因为疫情的缓和 第三季的盘价看涨 库存量其实也在下降当中 所以观众朋友 我要给你强调最差的状况过去了 再来我们看铁矿石的报价 这边是铁矿石的报价 我这边你要先知道 4月份这里封城往下跌这一段 我还是都跟大家强调 这都是短期的 你从铁矿石的报价 他已经是收盘新高了 投资朋友 4月份的高点 3月底那个4月的高点 944.5 现在已经是935.5 所以观众朋友 这些东西 亚洲的钢铁市场报价不会骗人 库存也不会骗人 接单也不会骗人 现在唯一的就是市场上没有信心而已 但是当信心恢复的话 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我跟你讲的基础建设 那这些大资金 政府基金 他们该做些什么 钢铁股去年获利不错 今年获利也不错 明年能够继续成长 以获利跟配息角度 他们也具备价值 所以这是老师对于钢铁股的看法 来说这边 1月20号我就已经跟大家强调 今年的行情 大家不妨看一下 过去我怎么分析的 债券殖利率当时在1.8 我跟大家讲会上去 科系股 就是电子股的钱会流出 比较会涨这三个族群 1月20号讲的 金融股在后面是不是有涨 那我们没有做金融股 我跟大家强调 我们是做钢铁跟化工 因为外销接单的问题 这两个数字比较明确 所以后面真的跌电子股 也涨了化工类股 化工类股 我们有做有出厂的 4月7号的证据 也给大家看过 康普的出厂 包括美西马的出厂 这是有出的 所以化工股 我们是完整跟大家交代 钢铁股 我们也有做减码 老师有拿出证据给大家看过 4月中旬 所以也确实跌电子股 农历年后到4月中也真的涨钢铁股 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 中国封城延长 又跌这一段 跌回来我看法还是跟你讲掉 因为量都是很很小的 那前面的供给需求的角度 我也跟你分析了 我的看法 他就在一个区间的一个整理 而且他跟2月份蛮像的 中刚先涨 慢慢才涨其他小资的 所以现在也有这个味道 所以市场上震荡 你要去想想看 这些基金经理人 为什么都跟你讲基础建设 观众朋友 就是行情不确定 基础建设是一个比较属于稳定的 能够创造稳定现金流 而且要搭配价值性 所以观众朋友在要升息的一个角度里面 资金一定会往这些稍微比较保守一点 要么你要找到能够高度成长 高度成长的产业 我们就是在做这个工作 好投资朋友 所以呢 你可以去想想看对岸的政府支出 我跟大家分析钢铁股 投资朋友 你去想想看 我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 钢铁股 很多股票目前距离季线 这条是季线 我说季线乖离大的 你不要去买 因为供给需求角度 是有利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东河钢铁 他也是慢慢慢慢涨慢慢涨 慢慢涨到季线这个地方 还原全息已经回去了 对岸的铁矿石报价都已经在这里 所以观众没有很多钢铁股 他是慢慢轮的 你看到 你看到这里也是一样 他也是下跌没有量 下跌没有量要回去 很容易 好 这是老师的钢铁的看法 你自己评估看看 好继续思考看看 今年这么多不确定 那什么东西比较稳 就是这个比较稳 又要具备价值 所以想想看 这钢铁股 我会跟大家讲 你可以留 靠近季线你就不要追 啊乖离大的 投资票上来季线 你要解码要解码 这是老师对于钢铁股的看法 好 所以如果说你喜欢老师的影片 欢迎你可以在YouTube这里 手机打直 我们现在一个口令的动作 手机打直 这个右上角叉叉点掉之后 帮老师按订阅 订阅之后 新朋友 订阅之后 记得开小铃铛 那自家人 请帮老师按赞跟分享 这个按赞数真的太少了 好不好 先专心 先按赞再看影片 你才可以专心吗 好不好 祝福大家 好身体健康 一切平安顺利 好不好 照这三个步骤的 我都祝福你 订阅老师频道什么好处 我们都有跟大家提醒一些风险 跟转折点 就像我2月23号 跟你提醒联发科 我跟你讲 今年手机会比较不好 我跟大家强调 债券直立的逻辑 电子股可能会整理 所以2月底 我跟大家提醒电子股 可能要暂时避开 所以你可以陆续去看一下 很多的逻辑都跟大家分享 而且其实我提醒你资金控管 电子股占台股权重59% 电子股不会好 大盘就不会好 大盘不好气氛不好 所以我跟大家提醒你资金 不要用满 用五成就好 这是三月中给你提醒的 所以 后面联发科这样跌 电子股跌 很多股票投资朋友 如果你资金有控管的 我相信这个震荡 你还是可以应对自如 但是不该杀的地方 我跟你强调 不要卖了 因为跌到反应的差不多的地方 是不是进入主底 最近的行情 我跟大家强调 为什么我们看法是一个 主底的态势 因为透过利空测试 我们都发现股票都不跌 连发科5月19号有利空 这个利空 手低砍单的事情 是不是都不跌 后面股票反而是上去 所以观众朋友 我跟你强调一件事情 现在台股很多的电子股 也都是这个模式 利空出来慢慢不跌 所以这里如果你还要去杀 除非有更大的利空 要不然我还是维持上礼拜跟你讲的 那个低点不太容易在破了 后面有回撤 投资朋友都还是会在上来 就是继续一个反复主底的态势 反复主底 你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这样子 会上下 会上上下下 他就在某个区间里面而已 所以对于行情 你要先能够心里有个底 涨不要追 跌 投资朋友 你应该有些股票要懂的 试货 要去做点投资的角度 愿意等他一点一段时间 让他慢慢上去 因为全球经济景气到现在投资朋友 看法上还是向上的了 尤其中国已经慢慢要上来 来最弱势的股票也不跌了 这是文貌 他也是出现这个现象 这个都是告诉大家 台股的那个低点 短暂不太容易在破了 所以老师跟同业差别 你可以看到 我二月份提醒你避开电子股 我跟大家强调的资金流向 我们有做控管 有低进高出的证据 也跟大家讲 行情 其实老师都是有评 有趣跟你分析的 我们不是用猜的 老师有没有跟你强调 五月中之前 会有这个营收的利空测试 四月份告诉大家 因为封城的关系吗 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事情 下礼拜五就是六月十号 六月十号营收到公告 还是会有利空测试 比如说 你看到这个金像光 五月份营收比去年同期腰斩 他告诉你什么原因 他还是告诉大家 市场需求跟这个中国封城的影响 封城就会影响到营收 塞港很多东西也运不出去 没有到客户手上也不会任列营收的 所以投资票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本来就会有点影响 所以上礼拜我跟大家强调 如果礼拜一大展 你还是不要追股票吗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是一样意思 你要建议大家先减码吗 那六月十号之前营收 利空测试 投资票有些股票可能就还是会像这样子 利空测试就不跌在主底 好这是老师对于行情的看法 你自己评估看看 再来我们讲景气的事情 中金院所公告的这个经济数据 八大产业目前全部都走向紧缩 从55直接掉到45 这是直接很快速的往下掉 原因当然还是因为什么 对岸的封城的事情 从外销订单 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五月份那时候公告的外销订单 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不是直接掉到年减吗 那统计处告诉你什么 就是因为对岸封城的关系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地方 这个数据 先不要以这个数据去自己下自己 六月份的外销订单 这个封城之后的回复 有没有报复性的拉货跟消费 你要去看一下 所以投资票千万不要停留在只看数字 你要先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没有中国封城 那这些东西在往下掉的话 那投资票那就是真的经济出问题 所以不要只停留在看数字 你的脑袋还是要非常清楚一些事情 所以观众朋友 重点是六月中央行要怎么做 目前预估可能升半码到硬码 那如果是升半码的话 投资票那是利多 所以六月中还有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到吗 每个礼拜都有事情 六月份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心里要有个底 来 台湾 存在哪些机会 目前跟欧洲的经济的对话 部长级的 大家也知道台美经贸要做一个谈判吗 也在月底 六月底 所以六月底投资朋友 有可能会传出一些利多消息 所以六月份 这中间会震荡 但六月底之后 可能慢慢会有些好消息 这个电子相关的事情 大家知道这个消费性的手机PC比较不好 但是目前会补公布这个财报 他告诉我们 企业的需求 有弥补到这些消费性的一个 皮态 企业的升级 电脑一些升级 好观众朋友 所以相互抵消之下 也没大家想象中这么糟 台经院讲到 四月份台湾有大规模的 投资机器设备 好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要先去看一下后面 受中国封城影响之后 这里是不是反应 差不多了 后面素质 马上回升 跟着中国大陆一起回升的话 那这里就是处在于一个转折点 跟通膨也是一样意思 再来台湾 当我说不要看什么悲观的逻辑 第一个是台积电 台湾重要是半导体的 成分比较多嘛 那半导体现在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产业 我想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嘛 那台积电 年复合成长 未来几年都是比较肯定的 加上汇率贬值的关系 猜测可能第二季 还是会达到高标 甚至超标 再来投资朋友 今年预估会赚32块1ps 明年有机会挑战4个股本 2025年 外资预估是来到21.84 所以如果未来三年都能够成长的公司 台积电 这样的公司为什么可以预估的出来 因为他们是先进制成 都是要先付预付款包产 所以数字都估了出来 如果一家龙头型的企业 未来三年都能够成长 台股这个地方 他又是权重股 大家是不是太悲观了 台积电 千张大户已经开始做慢慢增加回补 第二个 不会看外台湾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电动车 这老师也讲很久了 第一 今年是高速成长期 美国汽车库存在低档 几乎零库存 最近这两个月有稍微上升一点点 但是还是很低 美国的政策 大家知道电动车2030年要拼过半 目前才4% 油价大涨 民众都想要买电动车 对岸的刺激也都是以新人员车为主 八花老师告诉你的鸿海 我们台湾电动车指标就他嘛 5月5号你去看一下同业有谁会跟你讲鸿海 只有老师跟你讲鸿海 我告诉大家是下半年的火种 5月18号的鸿海 跟大盘不一样 5月19号 行情有指纹的机会 我说有些股票已经先止跌 强于大盘的 老师跟你分享什么 玉龙 我跟你当天是先分享鸿海 投资朋友 所以有震荡 你都有机会买鸿海的机会 慢慢上去 这是到5月底的鸿海 113块钱 玉龙也是5月19号这份名单所讲的股票 所以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去验证一下 这个是大股票 我们给的价格到后面股票的一个涨势 所以你要有能力去选出 今年成长产业很明确的股票 而且股票还没有动的 价值性 鸿海就是个案例 投资朋友 所以鸿海也符合目前市场上在这个动荡环境 要做投资型 这种价值型的股票 又是高度成长产业的 所以台积电 鸿海是这个状况 那当然 鸨股就不会看的这么糟糕了 而且鸿家军 鸿海集团的 台阳低轨卫星的 礼拜一的赢家大亨5月30号 我也讲台阳 在这里都还没有长 低轨卫星的这个 鸿海集团的 连天空上的也要自己做 他打算要自己发 卫星上去 旗下唯一有做卫星的就是台阳 所以台阳是不是表现很强势 到现在台阳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投资朋友 这个也是老师2月5号跟你讲的 产业 低轨卫星的 所以有机会都在这个地方 啊股市也修正了 有些慢慢便宜的 那如果你要打败通膨 你要投资的话 你方向还是要对吗 低轨卫星是不是讲一段时间了 3月份都一直讲 跟你讲6月要发造 4月中 这个用户不断的做成长 跟手机是完全不一样的 声达科也是一样 所以老师带会员持股 我们目前在做一些价差的操作 有做的折讯给大家看过 有解码的证据给大家看了 包括普通会员的声帽 这个也都是低谷卫星的 所以你看老师都是预告产业 有做的我跟大家继续追踪 所以如果你认同理念的邀请 你可以尽快跟上我们操作 好投资票接下来6月份的这个震荡之后 震荡有些股票主底可能会先动个股 就是告诉大家 大盘指数可能就是在某个区间波动而已 所以你要如何去挑选到个股 老师会员服务有两组 普通跟特别很单纯 托讯带五档其他看好的我会放在投资名单 我们会员专区投资名单 每个礼拜会做准备 而且也会入会影音 告诉会员朋友目前的行情相关看法 我们来看一下车厢电子 也是在2月5号这一张 功率半导体 功率半导体 护顶是不是功率半导体 5月15号的股票 设定107.5来投资票都有到106 这一个就是帮你选到 方向对的股票 所以观众朋友 今年的选股难度一定会变很高 产业要先对 然后找到有机会的股票 我跟大家讲的汉磊加金 也是功率半导体的 第三代半导体 这是在周二跟你讲的 这是周二的汉磊 这段时间还是慢慢涨上去 空单也是做增加 那这股票 5月19号 我讲这个投资名单的时候 我讲这个投资名单的时候 忠实观众 我也不知道你们专心看节目 当时不是盖起来 我当天有请会员去买一档股票 那我名称 股票名称还忘记车了 我后来发现 3707的汉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画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3707的汉磊 第三代半导体 我们定价119以下去买 那这个预告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5月19号怎么讲 我跟大家讲 我要去买一台 我要去买一档半导体的股票 这张股票就是汉磊 我们设定的价格在这里 116.5以下可以 所以我给会员朋友5月20号的一个节目你可以去看一下 开盘就是116.5 看呢这是最新的报价 周五已经创高了130块 好观众朋友 你不用追 你看这千张大户已经连六周增加了 所以观众朋友 有机会的产业已经修正到合理了 你要不要买 还是你要等到人家讲的股市都全部都稳定了 那就套一句巴菲特跟大家讲的事情 你要等到所有事件都稳定的时候 股市早就先涨一大段了 那在这种震荡时期 有些有减便宜的机会 你风险反而低 那人的心态都是厌恶风险 要等到事件全部都没事的才要进场 投资朋友那要脱离散户就是要 不能够这样做 在这个时候你要保持对股市的专注度 有机会的你要能够不断的不断的去研究 所以老师都可以强调周周做功课 不能够因为行情不好老师就偷懒嘛 我的会员都知道啊 我们还是继续的从产业出发 每个礼拜还是入会员 已经跟会员讲我的看法 什么股票的机会 对不对 投资朋友那你要找分析师不要找这种的 虽然我知道现在股票 没有那么好操作 但投资朋友那就是心态要调整一下 老师所准备的投资名单有做的 大家也可以去注意这个顺序 看节目一定要看到抠讯 我都跟大家强调 会员主别哪一天买什么股票 什么价格能不能成交 你都要注意这个东西 不要去看到赖的截图 你要参加普通的参加普通参加特别 特别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到 他发讯息给哪一组会员去买的 所以老师都是用这个顺序 车用的心堂 你都是有分析有预告有做有抠讯 节目跟你讲的 追踪的 这是3月23号大涨的 利多出来 329卖掉的 都是这个顺序 机器人老师在5月20 在这个5月底 有没有跟你讲机器人 dyson 出了这个机器人 今天跟你讲这个特斯拉 这个机器人好不好 投资料 机器人也是接下来很重要的 本来就有在锁定 那有一家公司 现在公司内部人正在买的股票 股票也是慢慢转强 跟汉磊一样 那你要不要去买 这股票 股本也不是很大 好 从这边讲 所以你看你要不要做 你要不要做 从高档跌下来 他已经跌了 大概六七成有了 所以目前的价位 上去 翻倍有这个机会啊 尤其是这个是机器人的 内部人买 那更有这个机会 好不好 从这边 所以现在选股方向 我就先跟你预告 就是在我2月5号那一章 再来其他的方向 你要知道 半导体库存水位很低 台胜科的法说会 不是要推荐台胜科 而是要跟大家讲 半导体的这个产业 目前看起来没有问题 目前看起来没有问题 那你要知道什么是有问题的 我一直跟你讲到 面板不好 面板驱动IC就不会好 所以不是所有电子股都能做 投资朋友也跟大家讲一下 美国的宽屏基础建设订单 网络相关的订单 网络相关族群正文 为什么他说出货爆增 因为之前缺料 长短料 最受害的就是网络相关的股票 但是现在缺料这个环节 那需求还是在 所以订单就爆增 所以网通他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对岸的三安光电 下周是这个苹果的 开发者大会 听说重点会把它iPay上面 iPay就会跟miniLD有关系 那对岸的这个三安光电 抢这个负财的订单的事情 这边也提到他的良率不好 下半年能不能出货 都还不知道 那你要去想想看 跌很深的 富彩投控也是一样 你如果要考虑到价值跟成长性 他也是跌很深的 所以你现在找股票 就要类似这个思维 所以观众朋友 你要先想清楚 我今天跟你讲的内容 6月份 投资朋友 每个礼拜都有事情 你要有抗压性 主体的看法是没有变的 利率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一定是9月之后 第三季才会渐渐明朗 通膨我也告诉大家了 你现在现在处在一个转折点 衰退的事情 台湾的这些数据衰退的事情 我也跟大家讲 全球会不会走向衰退 投资朋友 你也看到 美国现在正在充分就业的地方 欧洲很有可能 但是中国正在上啊 所以在这种很复杂的环境 现在的利空 就是大家就剩这三个 所以操作方面 你要找到能够具备成长的产业 又要考虑他的价值 所以选股跟控管 有他的难度在 你一定要抗通膨 要靠投资吗 基础建设我也跟大家讲 所以这个为什么跟大家讲 你还是可以先留这个东西 好不好 希望今天节目对你有帮助 看法还是跟大家强调 有足底 冲击反弹的一个看法 你要保持乐观 好不好 六月份 还是会有些事情干扰 如果你没办法保持乐观 抗压性不足 那这个六月份的操作 一定还是很困难 好不好 为什么有机会 五月足底我讲了 美国股票市场已经先 一比一修正满足了 股指已经修正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地方了 美国看空的比率突破十年新高 这是五月中跟你讲的 大家都很看空 很悲观的地方 心里面在极度恐惧 这是我五月中跟你讲的 透过这些东西 包括融资经过修正了 修正15%到20% 这四月25号跟你更新的 到五月中跟你更新最新的 已经修正17% 加上五月份应该是20%了 这些筹码面 心里面 技术面 都是告诉投资朋友 这里中继 再跌的几率很低 不能说没有 除非有新的事件 但是短期低点 很多的讯号都已经看到了 他就是会走主体的看法 台湾也是一样 证券划播余额大减 投资朋友这个地方 选择退场不做 后面上去 他们又在追高 所以这里不好做 更是要告诉投资朋友 你要能够怎样保持对股市的专注度 有机会的 你还是要去做功课研究 买股票不用那么急 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 透过做功课 慢慢转强有讯号的时候 你才可以先去买到那些股票 那如果你是选择这种退场不做的话 他投资朋友最后还是追高而已 好不好 内部人为什么要去买股票 一定是跌到有价值的地方 好投资朋友 这些讯号都是要告诉大家 包括筹码面也是一样 投资朋友6月份那么多事情干扰 老师还是跟大家强调 主体看法 为什么 因为筹码也是这样子 选择权 大家可以看到近月份已经回到1以上 目前到1.13 整个5个月合约也都要到1以上 1以上就是偏多 特定法人的部位 大家不妨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到周 周四我们放假的资料 你有看到这个柱状图 又在创新高了吗 前5大交易人跟5大特定法人 10大特定法人都增加进多单 都增加进多单 尤其10大特定法人 目前已经来到了 两万三千多口的进多单 投资朋友 这两天跌 这两天下跌 为什么他这个还是做 或增加逆势增加的 投资票你明白意思吗 看法跟做法 就是告诉你指数 他们认为不太容易在破了 才会这么 连续性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如果连法人 都这么看的话 那6月份又刚好是第二季度 不管是集团跟 法人都要做账的时候 所以我的看法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很多面向就是告诉你在走主底 主底如果这些营收利空测试 或许就会出现到季底做账的一个买点 而且 6月底又有这个台美谈判的利多在后面 所以观众朋友震荡 你不要因此怎么样 不要因此 又去悲观了 好不好 所以老师今天才会跟你讲这个东西 6月份你要抗压性 这些事情我都帮你追踪了 很多东西很不确定 但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坏 那你要保持信心 逻辑就要找有机会的 成长性不错的产业 又可以稍微具备价值的 基础建设为什么他有利 加接下来经济景气就算不好 为什么基础建设还是有利 因为政府支出还是要靠这些 好 所以投资表这些都是一个方 基本的方向跟逻辑 所以希望今天节目对你有帮助啦 ok 所以呢来 如果说你有各个问题 我想跟上我们操作的 包括我们 设定的那个机器人的相关股票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点标题 下面声音表连结 点选 右边表单正确填写送出资料 让我们尽快来协助大家 那你要填写的话 电话要保持畅通 股票问题写清楚 加LINE或来电询问都可以 小老鼠的全TEC 扫描标签也可以来电 2653-8299-2653-8299 我们假日都有转接 可以接电你的电话 邀请投资票 你可以来电做询问 那希望今天节目对你有帮助 那非常感谢各位 我们下一周 呃 我们下一场直播 在下个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半 再来跟大家见面 好不好 谢谢各位了 祝福大家 廉价平安愉快 那我们下星期二见 礼拜一 记得看赢家大亨 ok 谢谢大家啰 音乐结束之后 再跟线上投资票打招呼 好不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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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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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